大家好,我是來自小姬創演書院的蘇玲 她就是來自小姬創演書院的伊莉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了羅先生來跟我們做訪問 我們先問,其實我們知道你最初由中國大陸下來香港 不是大陸下來,是柬埔寨 柬埔寨下來香港 逃避戰爭下來 下來香港之後,你也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我想知道有什麼原因令你最後投身到導演業 以及以我所知,你所做的導演是比較特別的 是拍攝有關三級成份的片 我想知道有什麼令你投身這行事業 我記得我最初讀翻演出來 他就拍了一個台灣導演叫《無敦佩》的戲 拍了一套《打蛇》 第一套就拍到 第一套拍到撈過界 是說內地人來香港去打劫 第二套就拍到《打蛇》 《打蛇》就說當年香港的政策,叫做底女政策 由大陸偷渡來香港,走入市區就拿到審問證 拍了一套拍 那套拍裡面,導演就要我做一個角色 但是我覺得那次我不肯接受 但我都照做男子在現場 那時候我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那時候我訓練班出來 那到《打蛇》就由於當時電影的尺度 男士是不能夠見臀部 甚至不能夠見前面的,下體的前面的 但是導演就要我在一張功夫椅子上 然後給另一個江戶大哥 我們叫做雞姦 即強姦,男性那些 他就用一個花盆來遮住重要位置 我就說既然你都不能夠見到 比你給掌紋人的底褲好一點 然後就,嘩 英文字母一大堆出來,台灣人那樣 我當成了這麼沒辦法 就在現場一定要拍,到現場 拍完之後我就失蹤了 那後來我就覺得不放棄 離開電影架之後不放棄 再進去見方小姐 當時還有一個叫張黎珠 也是製作行政總監的小事 他就說,嘩,你這麼辛苦 在訓練班上,成四千人才錄取你那四十個 那你這麼深刻,為什麼這麼容易放棄 他就跟他聊這些事情 那後來,好,我進來做幕後 那就做唱機了 所以,所謂的長記就是等於導演的書記 記下一些東西 所以就是因為這件事 然後就慢慢再想 就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激發你要做導演的 是的 那如果入娛樂圈,有沒有一些新宣史 可以說一下嗎 我記得我做唱機的時候 電影圈都一樣的 沒有人說可以教你的 只是說你有什麼不明白,你問別人 那別人跟你說,怎樣做,怎樣做 因為我始終不是讀電影出身的 就是我們叫做紅富仔 就是在片場看別人怎樣 今天是訓練班,能夠搞到的東西 然後就學人寫了 但是當時做唱機就沒有 現在這麼不方便 哇,有心機錄,對不對 有數碼機拍,沒有的 我們拍一些古裝 比如那個女主角 我們要壞的樣子出來 大概的樣子 一顆雞蛋,一顆鼻子 然後頭差別怎樣插 是蝴蝶還是珍珠 那就自己註明了 然後服裝是什麼 就自己寫完 你能夠把自己打原则當勵 而且要拍 用繩一繩緯,很貴 我記得多年一桶 了十二張,十至八張 一百元的 多少錢 這個很貴 好像是繩緯緯緯的 從來都能遷起 可以值得練習 然後也要繼續寫的 下面 저도要命啊 但是十元一日 十元一日是這樣怎麼想出來 十元 然後那又 Song第二副圖 這樣就會又做到第一副圖 就這樣找個出門 我記得有一部電影我拍《星際遁胎》 即是中闖紅 入少爺拍一部《飛碟》 很睏 難道是通宵 我記得那個燈光師傅在那裡說 吃口煙吧 每眼睏睡 然後我說不吃 我說好東西 不過我遲點又吃了 但到今天我都沒有吃 有時候我們一搞一搞就有聯絡 這樣也很適合 做了驅然之後 我才看到完全是一大磅 看到了就說好東西 到現在還沒有吃煙 但現在接人七十多歲了 好東西 到現在還沒有吃煙 我覺得每一用都要堅持 我想知道 你也有拍過類似三級的影片 我想知道你家人有沒有反對過 或者你會不會覺得 這件事對你來說是一個污點 完全沒有 其實大家是誤解的 其實那一套不是三級 是屬於二級到邊位 但由於香港的電影邪道 是分三級制 1995年的時候 1994、1995年的時候 所有粗口對拍 就列為三級了 你看 同黨你有沒有看 你沒有 那時候說80年代初期 因為凡是有粗口就是三級 所以那套不是三級的 是寫實的電影 等於70年代的小女孩 80年代的同黨 然後90年代就是六個女孩 那你當了議員之後 有沒有受到影響 因為以前的電影 有沒有側問你那些問題 沒有 到現在沒有 這些人側問你 我都看到他們 那些人是說寫實的 是說香港的 即是寫實電影幾年 那價值觀有沒有受影響 因為有沒有改變過 沒有 那我想知道你拍這個 譬如你從事電影行業 那我想知道這個行業對你 就是為什麼要由電影圈 去做這個區議員 還要是全職區議員 使命感 可能聽說很偉大 的確是使命感 即是你有什麼原因去驅使 你由這個做導演去點人做事 去到你做區議員 聆聽人做事 甚至幫人做事 有什麼原因令你這樣做呢 因為自己都經歷過 因為我來到香港初初 我就坐船 然後又去到泰國 在泰國就熬了十一個月 然後又來香港 來香港之後 我就選擇去香港 不是 我就找我姐姐 但是呢 因為我知道我七四年 我這樣就是肚懶的時候 我知道我姐姐住在 荃灣 荃灣 葵聰 石梨貝 第七座 不知道是多少 然後我知道她的地址 我來到香港要找她 但是誰知道 那個屋村就搬去長江村 就是青衣 我就在巴士站裡 打你打多年 兩三天 最後自己去自首 然後入住南文營 南文營之後呢 我選擇留在香港 當然當中 我經歷過很多很淒涼的事情 然後離開南文營之後呢 你知道我不懂得說廣東話嗎 就是懂得說普通話和潮州話 香港懂得說普通話和潮州話 找到食物 我就記得離開南文營之後呢 我就住龍屋 住龍屋 然後再住板蛋火 然後再 兆時訓練班之後 跟我簽約了 我就搬到宿舍在那裡住 一路的經歷都是等於野草 春風燒之後又再生出來 然後又燒不盡 然後自己憑自己的意志和毅力和努力和平駁去做 那你現在是做議員 但是為什麼你不選擇入黨派要自己獨立呢 因為我在Facebook也說過 香港的政黨是很膚淺的 因為這個是我的看法 而且是經過我自己的分析和有論據的 因為我覺得香港的政黨 當政府的政策 對他的黨有利益 他一定 和對市民有利益 他一定支持 但是如果政府的政策 對市民有利益 對他的黨是沒有利益 但是沒有影響 他都會支持 但是如果政策對香港有益 但是對政黨沒有益 他不會支持 所以 你覺得香港政府現在裡面的政黨 全部都是為自己利益著嘗試 可以這樣說 所以如果要投票 我永遠不會投棄權或者保留 我永遠就投贊成和反對 即10年做了2月10年 我永遠都會投一個贊成 一個反對 我不會投棄權或者保留 因為覺得要歧視鮮明 那你對香港的未來怎麼看 即是你講現在的政壇 我覺得很寬敏 為甚麼呢 簡單來說 你聽說 你聽說想做事 但是那些人經常都在阻礙 但是他甚麼都未做 你又為 他不做你又罵他 他做 未做出來你又罵他 他想去做你又罵他 那你叫他怎樣做呢 即是正如你讀書 經常在你旁邊暗地 沒有讀啦 讀書沒有用的 沒有讀啦 那你還用心思讀 是吧 所以大家應該 擴達一點 給一些時間 人生的政府 看看他們怎樣去做 套號可以給我們看 好 謝謝 好